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就是行政長官林鄭 今天在Facebook發表了一則貼文 她繼續認屎認屁 又踩低外國自吹自擂 到底她說什麼呢? 她說香港的防控工作堅持 以科學為證和理據為本 以目前95宗個案來看 措施是有效的 香港和內地比輪 人員往來頻繁 而我們的城市密度又高 但個案的數字 比起韓國、日本和新加坡低 亦遠低於意大利和伊朗 這是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 政府已經採取果斷的出入境和衛生措施 當然這是各界的成果 與特區政府完全沒有關係 特區政府是消極不作為 行政長官是有權不用 不停拖延去採取出入境管制措施 你現在更好意思說 採取了果斷的出入境措施 在1月25日的時候 林鄭還敢說封關是不設實際的 當醫療人員準備採取工業行動時 你便在1月28日跪下 決定封閉六個邊境口岸 當人家醞釀行動升級時 你便在2月3日再跪 再封四個邊境口岸 這些是果斷的出入境措施? 林鄭 麻煩你節省一點 如果不是有這些醫療人員向你施壓 你會這樣做? 你這傢伙 根本不會聽得所有意見入耳 甚至乎你所委任的 你所多謝的幾位教授 包括梁卓偉、袁國勇、福田敬義和許樹昌 你有聽他們的意見嗎? 別人叫你封你又不封 香港能夠把這個數字壓得這麼低 完全是兩個因素 第一是醫療人員的競業咬業 在這個困難時刻 仍然發揮專業的精神 第二是靠民間自救 經歷過17年前的慘痛教訓 香港人的衛生意識 普遍提升了不少 除了偶然還有一些不肖生 是要堅持在這個非常時期 例如辦罪餐、飲宴以外 一般香港人已經提高了警覺 而且民間的組織和團體 亦發揮自救的力量 哪一道不夠物資 他們是補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跟你特區政府有什麼關係呢? 你特區政府憑什麼出來認屎認屁 還要踩低別人呢? 韓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伊朗 關你什麼事? 你不提一下中國? 這些人真是不知所謂 做行政長官 收檔 有誰真是尊重你? 就算你的下屬也不妥理 告訴你 如果不是你是他所謂的 哎呀老闆 那些人會這樣聽你說話? 神早就叫你接 而且林鄭也不是真正的老闆 真正的老闆就是全港七百五十萬的香港市民 因為你林鄭現在鬥那四十一萬元月薪 其實都是納稅人出給你的 那些錢也不是你的 所以你不用在那裡作威作福了 你真正在倒數你的政治生命 好了 接著就想說說關於黎智英被捕那件事了 黎智英被捕惹來了歐美政界的廣泛關注 首先就是美國國務院在同一天已經發表了一則聲明 這份聲明就以著名的香港商人和出版商 形容黎智英 聲明當中指出 美方希望香港當局 不要出於政治的目的選擇性執法 並且以維護法治和香港人民 享有和平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普遍權利方式 去公平和透明地處理這宗案件 而且這宗案件也引來多位參議員關注 他們在Twitter紛紛轉載這宗消息 他們分別是四位參議員 Todd Yeung、Ted Cruz、George Howley和Rick Scott 這四位參議員 其實有些都曾經在去年反送中期間來過香港視察 除此之外 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員余懷松 兩名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數位歐洲議會議員都對黎智英被捕表達了關注 這已經證明了 黎智英起碼在美國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而且他曾經受過美國副總統彭斯 以及國務卿蓬佩奧的接見 所以與美國關係密切 為何黎智英會突然在這個時刻被捕呢 我傾向相信 與中共的港澳工作系統重組成功有關 自從張曉明主任和黃志民主任被調職以後 換來夏寶龍和駱惠寧分別擔任港澳辦主任和中聯辦主任 他們其實延續了中央對港的強硬路線 而且比以往更加強硬 所以在這個時刻拘捕了他 大家對比起2014年的時候 其實黎智英是非常高調出席的佔中活動 甚至乎經常長時間逗留在金鐘佔領區 在當時他被普遍認為是這個所謂佔中運動的幕後推手 在清場的時候他在金鐘佔領區被警察帶走了 但也沒有對他特別做什麼 而在第二年對他作出所謂的預約拘捕 但後來律政司也沒有提告 相反到今時今日 竟然高調地上門來拘捕他 而且還作出檢控 要去法院應訊 但其實黎智英在今次的事件當中 他也沒有採取一個非常高調的角色 而且他的角色和影響力 對比起2014年佔中的時候 能不能夠完全相提並論成問題 大家不相信的話 就下街問問那些年輕人 有多少人是對黎智英很熟悉呢? 還是對他其實也是頗為陌生呢? 那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針對他 以及李柱銘呢? 很明顯就是關乎他們的共通點 就是跟外國關係比較密切 李柱銘經常都去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 黎智英甚至乎得到美國副總統和國務卿的接見 其實這個強硬路線都是一默相純的 就算之前張曉明和黃志民主政的時候 都是非常強硬的 對付這些有外國關係密切的人 比如說在去年區議會選舉當中 黃之鋒是唯一一個因為政見 而被取消資格的候選人 他正正與美國的關係相當密切 曾經上過美國艦隊參觀 而且還與參議院議長佩洛西一齊出來開記者會 因此我傾向相信 這一類與美國關係相對密切的人 就是會遭到港澳工作系統的針對 除了這個因素以外 我還覺得與另一個時間點相當吻合 就是《平骨日報》揭發林鄭打小報告 即是那份所謂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工作報告 林鄭就在裏頭打建制派的小報告 又踩行會成員 即是強差人意的表現 至今林鄭都沒有出來否認過 他就不知可否 其實就默認了 如果是假的東西他就立即會彈出來 就是要作出一些澄清的聲明 但是看完他們的Facebook或新聞公告 都不見有否認這份文件的存在 都沒有否認到這份文件的真實性 故此我就覺得這份是可信的 如果是假的他一定會一早撲出來說 這份打小報告除了揭露林鄭的心胸俠藝以外 還揭示得到他在這裡自把自圍 他就將所謂的選舉策略 放進這個工作報告當中 就想拉抬建制派的選情 但是這些東西就不是他的份內事 這些東西就應該由駱惠寧主任來操盤才是 這些是中聯版的工作 他又想潛越了 他就想繞過中聯版的系統 他就直接向中央提交這份東西 其實他是不務正業的 而且在這份報告當中 他還說過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 使得選情有望轉危為機 換言之他是非常重視立法會選舉 其實無論是中央或地方 都是非常重視的 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說 懇求中央去確保一些物資的供應 那你今天這些建制派 走出來向那些長者派發清潔用品 那很明顯其實都是為了拉抬選情 就是要為這個選情創造有利的氛圍 就被林鄭踢爆了 但是這份報告又被蘋果揭露了 那會不會跟這個因素有關呢 所以就被拘捕了他 那個時間點很近 很吻合 所以你很難令人不去亂想 至於有些人經常走出來說 說擔心如果香港人去搶攻功能界別的議席 就會令到美國誤會香港人很喜歡保留功能界別的KOL 大家真的不用聽他說 首先美國不認識他 只是認識黎智英和黃之鋒而已 而且黃之鋒多次都向美國反映過 香港人是要這個雙普選的 美國是知情的 第二件事 就算沒有人向他反映也好 美國的情報機關是非常完善的 美國掌握香港的情報 分分鐘比香港有些人更加準確 在這樣的情形下 就不需要這些人充當美國的代言人 在這裡指手畫腳 這些全部都是弄虛作假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聽這些人在這裡妖言惑眾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